大家好,今天炸京都骨 在网上我通常看到的都是用排骨做京都骨 但我这里的酒楼餐馆,京都骨是用有骨猪扒做的 还特别分享一个令粒粒透明的酱汁 意味菜大部分人都喜欢的 这里有一磅大骨的猪扒 如果你喜欢弄骨的,选猪扒多骨一点 用刀背跟我影片的方法,把猪扒拍松和拍薄一点 两边都是这样做 做京都骨的猪扒不要太厚 拍薄一点炸出来会脆一点 把它切开你喜欢的大小 给一些底味,用一些生抽和胡椒粉 把它拌均匀 不需要特别腌的了,拌好就可以 现在离开一个炸粉 用一些中筋面粉,加一些粟粉 再加一些炮打粉 把粉搅拌均匀 我不记得在底下摘一张厨房纸 最好摘一张厨房纸在粉底下 首先把猪扒 蘸一层薄粉 把粉搅拌均匀 有多余的粉搅拌均匀 有多余的粉搅拌均匀 好像这样,均匀均匀 其余的做法也是一样 上好了第一次粉之后 跟着我们准备一只鸡蛋 把鸡蛋打散 拌均匀 拌匀蛋之后 刚才上了粉的猪扒 现在可以立刻蘸粉浆 蘸得均匀一些 跟着再上多一层粉 把粉搅拌均匀 要上得均匀一些 周围都要有 有多余的粉搅拌均匀 其余的做法也是一样 上好粉之后 大约等10分钟左右 等粉吸收 现在我们来开了一张厨房 先加一些叉烧酱 振干醋 茄汁 糖 胡椒粉 一些粟粉 再加一些水 搅拌均匀备用 现在看看猪扒 已经摆放了多个10分钟 要那些猪扒 吸收到粉 好像现在那样 有七成濕濕的 这样炸出来才会脆的 这里小小还是干粉 不要紧 准备一些油 在筷子旁边有大量的泡泡 表示油温已经够热 可以加些猪扒 都是要反转一下它 两边都炸到微黄 炸到这样 不要炸得太深色 稍后还要炸第二次 其余的做法也是一样 现在还不可以 炸了第一次之后 我们摆放一分钟 等它稍微放凉 然后就可以炸第二次了 炸第二次的时候 油温要够热 然后就放些猪扒 下来 今次就要炸到两边都金黄 也是要反转一下它 让它受热均匀 然后就放些猪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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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就要炸到两边都金黄 其余的做法也是一样 其余的做法也是一样 烤一些声音来听听 看看脆不脆 现在拌匀了酱汁之后 就可以加入锅里面 加了酱汁才开火也不要紧 保持着搅拌 煮至馅滚起 稠稠的就可以了 我今次这个馅汁 颜色不会太厚 很透明 因为下了叉烧酱 茄汁的份量也不会太多 所以颜色透明 不会太厚 到最后锅味油也不需要加 零粒粒 试一试味 喜欢的可以加少许盐 不要热热的 倒些猪扒 现在关火 等一分钟左右 稍微放凉 都有一分钟又多了 现在就可以倒些猪扒 把它彻底拌匀 精刀骨的馅汁 是紧紧包住猪扒 不会太多汁的 兜均匀之后 就快快手手放上碟 不要兜太久 看到酱汁是不是滤滤滤 锅味油也不用给 很透明 是不是 给个名字 就叫做透明蟹 炸好了就快点吃了 不要放太久 放久了就不脆了 下一集再见 Edge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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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